台东县警察局为了落实安居积毒的专案 不论是白天或是黑夜都深入各个社区邻里 以毒品犯罪为主 积极地进行查气的工作 而近日在台东分局以及成功分局 都查获了毒品的案件 希望透过努力的执法 借此来进化台东乡亲生活的环境 达到无毒家园的目标 一破门远警立马冲进房间内 将毒贩逮个正着 换个场景 警方依旧鹤枪实弹兵分堕落 成功破获了贩毒集团 台东县警局全面针对制毒贩毒 还有运毒等不法分子进行强力打击 落实安居气毒专案 渐渐地让民众有感 近日来接获民众检举 家中占有毒瘾的癌末家术 屡屡称说要借钱买毒 才可以减缓病痛 家人无法忍受下 只好大意灭情提供证据给警方 希望能够让父亲知错并戒毒 以合法正确的管道来减缓病痛 无毒有偶 成功警棚局的远警 在夜间执行勤务时 懒到一名男子神色怪异 打开警用小电脑一查 竟然发现是通气犯 更在他的包包里发现毒品和吸食器 通气以及毒品一箭双雕 经查其身份为桃源地检 首发布置伤害通气 另外在其身上 查获毒品吸食器一指 决案依伤害通气 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法办 针对每一个毒品案件 台东警方都将彻底地向下追根 向上溯源 希望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 让民风淳朴的台东 远离毒品的危害 呼吁民众 物存有侥幸的心态 本分局将持续向上溯源 向下断根 全力打击毒品犯罪 同时也要民众们共同努力 勇于检举不法分子 一起维护良好的自然环境 记载起轮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